花年县政府临聘第四届儿童及少年咨询代表 20号上午县长学生卫亲自颁发证书 所选拔出的十位儿少代表来自不同区域和学校 县长期许大家可以反映儿童及少年意见 提供县政府儿童及少年福利政策建言 为了鼓励儿童及少年参与公共事务 花年县政府每两年公开临选十位儿童少年担任儿少福利咨询代表 目前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了 咨询代表里面有居住封兵就读国中的蔡宇祥 来自玉璃镇就读花年高中的李威 慈激科技大学林志军等十位 具有不同的学籍、性别以及居住的多元组合 儿少代表将参与县府儿少委员会 以及卫生福利部儿权小组 可就儿少福利权益相关政策或措施 收集以及反映儿少的意见 要会议当中提案讨论提供设计建言 先让其中为重视县内少年的权益 并且颁发证书其免所有儿少代表 求其他们能够反映儿少的想法 让县府服务更贴近儿少的需求和期待 如果有什么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希望我们各位委员在两年任内 给花莲县政府一些边策 还有给花莲县政府一些很好的建议 当然我们更希望有很多活动 可以由我们委员提出来 让我们一起来做 就像花莲我们已经做了第五届的 原来是两岸大专精英领袖营 后来这两年就办全国的精英领袖营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在考虑要不要举办 还是往后演 因为疫情不少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 可是大概今年精英领袖营 都是在七月的第二个礼拜 比如说原来但是我们现在开学 推迟了两个礼拜 那所以你应当是推迟两个礼拜 往后演两个礼拜 但是也是要考虑了疫情的关系 那如果说太大的规模 没有办法办 或许我们可以循着看 怎样的小规模式来办 因为俄少代表的背后这几年下来 俄少咨询代表不但认真地收集 少年关注的议题 并且透过实力调查 以及问军的方式提供相关资料 在儿童以及少年福利促进委员会当中 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 包括针对儿少就学途中的人行道修缮改善计划 因应青少年在市区和集案 一些较缺乏单车家的地方 协调工部门场域进行单车家设置 提案高中指第八节课 让学生自由选择等提案 可以看见儿少代表人们的用心和认真 花铃县政府从民国95年开始 委托采访法人世界展望会办理 花铃县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历经13个年头 一路走来提供花铃县青少年一个 倾听以及休闲一代的场所 现在许仲也期许 经过培育更多的儿少代表们 并且透过公共议题 文化族群儿少权益参与 进而提升花铃儿少的环境 奠定灿通无碍的发声平台 陪力出花铃县一代的青少年领袖 记得喜欢幻视报道